哈喽大家好我是KJ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消瘦的光芒2 新一期的这一个视频的实况 那么这边我们已经是来到了第16期 OK那么我们是将会有机会再一次见到这个哈肯 我们直接开着我们的伞过去 他那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周围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靠近的快速传送点 我这个地图 我现在还不能开地图 我的天行吧 开了伞的时候我们不能开地图啊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 这我还真的是刚知道啊 开了地图的时候不能 不能开地图 嗯我看一下 我要把这个追踪给取消掉 很简单 因为我们刚才是为了找安全区选了一个这个跟踪 然后现在既然安全区已经找到了 算了这不开伞了 我这种程度上来讲呢 哇这是带毒的僵尸哈 像是毒光猫鹰也有这种的 看起来颜色特别恶心的那一种 就是如果你被他A到的话 你也会你也会带毒 就是你会你会你会沾染他这个毒素 然后一直够血 蛮烦的 炎料 异化 还有两百多米呢 直接跑步跑酷过去吧 反正大家也喜欢看 对吧 刚刚那个僵尸还想来铺 我也没铺到 这边能不能利用这个过河 就在前面的一个教堂里是吧 和哈肯见面 我们估计得游会泳 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得游一会泳 问题应该不大 这个下降率太高了 不用游泳 可以 现在几点了 突然发现这个天色 我说怪不得天色这么暗 原来是刚天亮 吓我一跳 我以为还要天黑了 那我还得找安全区 那更麻烦 听到僵尸在吃肉的声音了 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圣约翰天主教堂 一进来就是暗躯这么刺激的吗 门开不了 我感觉会有叛军 看这个标志 剧情 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阴我们吗 把钥匙给我 JRE的钥匙 把他给我 我不想和你同手哈肯 可惜我可不管你怎么想的 我在急事救过你的命 是救了我 但我也救过你 虎不相亲 不管你怎么想 我们都不是朋友 从来不是 快把钥匙给我 你知道是不可能 把他妈的钥匙给我抢过来 我想知道不救他会不会没有这段剧情啊 我救还是会救 不过话说回来 我毕竟欠他一命 上高处 减少玉滴 他们虽然有远程攻击 但远程攻击方法不多 从这上来了 嗯 谁在吹 谁在吹 好 跑掉两个应该还有三四个 有点多啊 远距离的搞了 这个是射箭的 这个高度他掉下去应该也摔死了 吃了这一刀 他这个号应该不是特定的人吹的 应该就是 还有 还可以 我们跑到二楼以后能上来的敌人就不多 所以每一次都是一打一 所以就还好 我这样攻击他干不了他的那我就追着直接进去惨打啊对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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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 可以的意思吗 不过他们的事 他以为就是你 他会有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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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就剩這一個啊 你以為這件很厲害 哦不對 光看這個圖標就有兩個 兩個拿毛的 剛剛被我打下去的那兩個是吧 又要找哈肯是吧 呵呵 其實我感覺我隱隱覺得這個任務可能是 我們最後一次見哈肯了 你們覺得呢 而且我感覺我們這一次見了哈肯以後 以後不一定再有機會見到他了 因此我們要把這裡的東西好好撿完啊 就是他們剛拿來吃我們的劍 這不撿完燈火也沒機會了 啊沒東西了吧這裡 这楼下没东西 这里武器箭矢 就算拿来卖我们这一次也够本了 我们这里拿了N多的武器啊素材啊之类的 光剑都剑了四五根 还有箱子还好没错过 他没来攻击我们 其实我感觉可能哈肯要么死 要么看吧 我就觉得他有可能变好 如果要是他一意孤行的话 早就刚才来打我们男主了 他有可能在这里只是交个拆 我猜的啊 我们现在对这个剧情的猜测 就是他现在还有变好的可能 看我们之前怎么选了可能是 目前看来他还没有到不可就要的那种一意孤行的程度 就看后面的发展 当然他也有可能变档 我觉得目前他变档概率70%左右 哇这里这么多东西不捡 那行了这都不亏啊 我们这一趟的素材都已经捡了 不知道多少个了啊 光武器就捡了七八个了 已经七八个了 这一趟搜的很对 甚至还有能开的门 不过里面没东西了 没东西 好了应该没东西了 这一次我们的非常非常的细致 以至于什么东西都没有漏 对来吧 这就是你要的 你真为了钥匙来要我的命吗 哈肯 反正也死了这么多人了 你这是在躺壁当车 肯定有的是机会杀我 然后再及时把钥匙给抢走 是什么变了 你说呢 小子 你答应过带我出城 我们说好了的 但你还是把我卖了 你觉得华尔兹会让你走 真那么简单 你知道他对迪伦干了什么 还有 其他人 是啊 但他们都等路了 迪伦背叛了他 卢卡斯就是不愿放弃那把钥匙 所以 所以你就杀了他 那把钥匙 是我出城的通行证 真他妈可惜 这次我必须下手了 那就没了 对不起 死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必死了 跟我们打 所以 没有冲浪吧小子 因为有其他的小兵 没有其他的小兵的话 我们倒下可以随意打一些 有其他的小兵的话 我们必须先清理 这些其他的小兵 这些小兵就又在冲会 他 没有其他的小兵 有其他的小兵 他非常的冲 和刚才 一 这个时候我们男主角病毒又爆发了 这病毒可还行 可是只要我们能看到我们再醒来 要不就是哈肯死了 要不就是哈肯没有下杀手 因为你看我们都晕过去了 他没有趁机来取我们人头 看吧 可能哈肯是个复兴男比较熟 但是你看我们都红了 我们的天卡马都红了 是不是我们变僵尸以后哈肯弄死哈肯 那也没有 没用啊 这一段剧情设计有点问题 前面就有紫外线灯 我们这免疫力瞬间加满对吧 我们的武器快要损快了 但是你看下左边那个条 感觉还是不少的 这个耐久目前来看 有弓箭手好烦 谁愚蠢 摔死没 没摔死去补一刀 摔死了 可以打个药包 然后我们在教堂里面找哈肯 目前好像没有听到有其他敌人的声音 啊 N错了 再来一次我大概知道怎么弄 如果是这个发展我感觉哈肯还是得死啊 你到底背叛过多少人哈肯 吉利安弗兰克拉湾 为什么要背叛他 弗兰克把电视台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说我是个胆小鬼是吧 好吧他其实是误会了 因为那真是个自杀任务 因为你真是个胆小鬼 你为什么要离开他 那就华尔茨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离开是为了保护他 要是和我待在一起华尔茨会杀了他 这就是你给他卖命的原因 你为什么要背叛弗兰克 我没有 我没有背叛弗兰克 我只是想把事引回正轨 在电视台的事之后 我打算去监视华尔茨 但他起了一心 威胁要杀死老万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没死 那我躺到床垫上 赶紧过来受死吧 有其他敌人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吧 小子 操他妈的鬼 得把你干掉小子 你还蛮会躲啊 你还蛮会躲啊 死定了小子 没有 我就想 我就想玩玩他 我不是打不过他 我就想玩一下他 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用酒瓶打人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不试一下对吧 这么好的机会 他打不到 这个B闪B挺高的 没所谓了 打吧 后面这里死角不好跑 往了正后方闪 他这个飞镖确实比较麻烦 算了我们还是上一个高处窄一点的地方 宽的地方其实不适合我们发挥 你把你干掉小子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小子 可能一刀两断 硬了小子 手死败的 他们算什么东西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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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们算什么东西 你他们算什么东西 这次我们一刀两断 多亏 很抱歉 好看 我也不想这样 没办法 这里是爱德 他必死这样的话 是啊 我还以为他出来的这个门里面会藏什么东西呢 结果什么都没有 我以为会藏什么彩蛋之类的 啥都没有 走吧 意料之中吧 目前这个剧情发展 我是觉得他肯死的概率确实很高 也不是没有能回头的概率吧 刚才从上面倒下来 刚好掉到这个床垫上 所以没事 你疯了 把他绑起来好不好 动自以情 小自以理 已经没什么正确的了 夜行者早就不在了 不管弗兰克说什么都不可能让死人附生 不过这还真是个美梦 哎 你一股什么回事 弗兰克都跟我说了 你和夜行者绝对的经过 那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问自己 如果我当时去了会有转机吗 我的朋友们能不能活 我知道没办法让他们起死回生 杀了我并不能向弗兰克和拉万证明自己 只能让弗兰克和拉万想杀了你 我不想再和你动手了 哈勘 我也不想动手 小子 真的不想 我 我真的很累 真那么的太累了 果然拉万跟踪我们 猜到了意料之中 拉万铁定跟踪了我们 我一开始就想到了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混蛋 他说给华尔兹办事 是为了混进去做卧底 艾登闭嘴 但华尔兹危险要伤害你 所以他不得不停手 哈 放屁 我知道 你别敢骗我了 拉万 都他们在胡说八道 我不知道这对结局会影响什么 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好结局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我自己会选的决定吧 如果是我 我反正真的会这么选 我一直的看法是哈肯不是坏的无可救药的那种人 而且我的观念是 在局势那一次没有他帮我们 早就已经被掉路灯了 好吧 人还是有感恩之心 而且刚才是不是说非得杀他不可的情况 既然不是非得杀他不可的情况 那干嘛要杀他 那就不杀嘛 不杀就不杀嘛 我要看看他的死亡名单 哇 他这里人还蛮多的 这死亡名单真是人多 弗兰克 你都去哪了小子 我一直都在语言等你 快回来 好 我们上次谈话后 发生了好多事情 我操 到底怎么了 你没事 我没事 你可能不敢相信 但拉娃也在那里 而且他放走了哈肯 他什么 对 他还撕了击杀名单 我的老天 你可以等会儿再试惊弗兰克 医生怎么样了 快来语言白的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好 我们现在要回一趟鱼眼 远不远啊 我不知道从这里出发要多久 我看一下地图了 目前好像暂停地图 他那个敌人是不会攻击你的 可以 这里不能快速移动 这里也不行快速不能快速移动 只有这里可以快速移动 那其实从我们现在这里出发也差不多距离 包括右上角那个快速移动点也是 我感觉差不多 那我们直接从这里回去刷了 过桥吧 这样游泳过去不知道得多久 从前面桥上过吗 你不管那些叛军了 我们的爱登不走寻常路 咱们过桥是走这条路 别人是走别的路 我们走这条路 其实呢 在生化危机的世界里面 那一字季可能在桥洞底下 算了算了算了 还是先做主线啊 请等待 哦是 他这边的地图可能刚才没有加载好啊 刚才这个请等待的意思 可以的 很真实 不过还好 刚才加载也是一秒加载 所以倒也还好 没有到底影响游体体验的情况 抓这算了 我啥时候机外突飞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找个高处 然后起飞会远一点 我没操作好 一起飞起飞到这个窗台上了 算了 我也没所谓 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之前一直讲的 咱们这个伞大部分时候 其实就是用于一个软着陆的一个效果 相当于坠落无伤 那也很好了 而且包括我经常从高空掉下来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去开伞 也好 不要踩化学这些 不要踩化学这些 我们又一位成员走了 是他纪念他们的过世的成员 来了 别催了 来了 谁是我们 他盲猜他跟哈肯和谁在一起 要么哈肯不在 他应该可能跟拉万在一起 哈肯不在一起 富兰克嘛 那还能跟谁在一起 果然是拉万 我就知道 哈肯跑了 这是场私人派对 还是谁都能来 以为城市做了不少事情 爱德 还为了野行者 终有一天 你会加入我们 他会是一个超棒的野行者 对吧 老万 是最棒的 但是今天 各位 我有几句话要说 我以我仅存的头衔 在此郑重宣布拉万 正式并永久的成为野行者 啊 是拉万吗 不是我们吗 好吧好吧 卡车 我还是我 你真要把野行者重新组织起来 我是你把他们带回来的 当然还有爱德 你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这些老贱人们 以前都是野行者 他们听到了我的广播 就都 那你 你比他们更进一步 因为你成长 滚一边去 这就是信条 要是哈肯还活着 就说明你已经学会了原谅 你找到了平衡 那才是野行者最最需要的东西 对的 我觉得刘哈肯是对的 刚才蓝他是对的 你原谅了吗 哈肯在这里 你的登场总是那么操担 前夫耶 有时的确会如此 但这次可不是 我想你会用得上这个 这可是前夫耶 从哪弄来的 我一直都亲自保存着 弗兰克 所以你怎么说 头儿 要是拉万能原谅你 那我也别无选择了 虽然听起来挺不情愿的 但我也不会强求 很好 现在 我们把时间交给拉万 你们就闭上嘴退下吧 各位 动起来上楼顶去 我们可不能在他妈的吧台举行仪式 好啊 哇 原来是拉万 我还以为会给我们一个认证呢 看来是我想多了 这 我重获新生 把一生奉献给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重获新生 把一生奉献给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 我将成为利剑 斩向人类的敌人 我将成为利剑 斩向人类的敌人 我将成为尖盾 守护人类再次崛起 我将成为尖盾 守护人类再次崛起 我将成为黑暗中的光芒 我将成为黑暗中的光芒 这是我的牺牲 这是我的牺牲 这是我的誓言 这是我的誓言 夜行者乘上 夜行者乘上 在雨演 夜行者的奢望还蛮高的看来 你已经做到了 我还要为此庆祝一下 各位 回吧台去吧 埃德 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GRE医生 叫韦罗尼卡瑞安 他救助在救韦勒多 你没开玩笑 怎么 他是我入城后见到的第一批人之一 我们有过一面之远 他来过餐厅 我猜我酗酒的时候 应该没有把他给惹闹 因为我已经说服他来帮你了 走之前能谈他吗 埃德 可以啊 不过我们做这个任务是帮忙 我们走之前是帮忙哈肯跟拉万复合了吗 那我们起无失贝利了 官配CP没了 官配CP跟其他男人跑了 哎呦 是他跟哈肯还是要复合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 你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夜行者了 感觉如何 很奇怪 这么久以来 我只知道弗兰克这一个夜行者 而夜行者也只是他口中的智怪故事而已 现在我们却一下子有了个大家庭 甚至还有哈肯 真是糟了 你敢信吗 让哈肯回来一定很纠结吧 可不是 但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就想干掉它 但也许 你知道吗 也许我从没下手 就是因为我没有真想这么干 也许我想要的 只是终结这份伤痛 那 现在还痛吗 没什么了 伤疤还有些痒吧 像是在治疗感染一样 但其实我早在 那时就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我也不知道有多 老万我 很担心 你又来了 在你走后离开 你家时 你又来了 要是我能这么说 也说明 你可以不用再担心我了 我当然还担心 特别是现在 漫游者的老话 开心的人 才最容易受伤 你还真是扫心 我只是 在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 我不想看你再受到伤害 下次我再受伤 我会立马干掉了贱人 毫无犹豫 我想我最好在最之前走人 听着 我很抱歉把你丢下了 我只是 没事 这 其实也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把你拖进来的 是我让你过去的 也许我真的是故意的 故意的 你让我和弗兰克 这一切都是脱了你的福 看看我们都获得了什么 也许我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但我实在是没胆子自己说出 所以 我们去买了鞋子 没错 该死的鞋子 他们和你 好了 我得走了 找你妹妹是吗 有时候我 真嫉妒她 嫉妒她 什么 因为 她在某人心里 如此重要 抱歉 靠 我说了什么狗屁 不 你没说错 狗狗到底 快闭嘴了 傲娇了 谢谢 呵呵呵 弗兰克有事找你 艾登 老板 他们正在楼下等你 我来了 哈肯 靠 你 去做你自己的事吧 艾登 祝你好运 我感觉是不是哈肯也得跟我们说一段话 我自己的事了 他可能本性不坏就是有点怂 外国队友那种 他在塔里面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坚决对男主下杀意 所以我觉得我留他一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对男主一直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杀意的 一直都是被逼无奈的感觉感觉得到的 好我们升级了 四级了四级了 嘿嘿 是的 因为我们刚好这个任务做完 我们一口气升级了这一个一级的跑酷点数和一级战斗点数 所以我们四级了 然后像我说的 我们可以搞那种四级的装备了 我们先看一下加点啊 灯墙跑 施展灯墙跑长安2B 我觉得这个有用 灯墙跑这多牛逼啊 左边的话 从敌人头顶落下 并且 哦这可以 头顶秒杀嘛 这个就是 可以 好到时候的话呢 我也是会去换一批装备 这个的话 那我可能就不露进这一个视频里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 就到这里 我们其实相当于就是在这一个哈肯问题上 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下一个叫做维罗尼卡 代号维罗尼卡 好 那么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下一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四级装备 拜拜